油亮的辣椒 它看起來像那個日本產品 但是這個售價那個是一半 韓式烤肉 它是素的 它連那個牛肉的紋理都做出來 讓我們一起在香桃冰淇淋裡面 攪拌一下洋蔥碎花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燈 他是專家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看一下鏡頭嘛 又到了TraderJaws本月新品開箱 雖然在人進人來的TraderJaws 好像要踩到臉的幾率很低啦 但是還是很榮幸的這邊 先為各位做一輪試吃啊 這次也是一樣 除了店內的新商品之外 再參考上網路上的文章 這次有幾道雖然是明明看起來 很普通的商品 但是網路上的文章裡面竟然有推薦 非常神奇的吃法 那就開始了今天的影片 TraderJaws本月新商品開箱 Let's go 好的 很快來到早餐時間 這次早餐時間 今天要搭配的新商品是這兩個 哦 雖然都是罐頭 這個是Garlic and Jalapeno Stuffed Olives 橄欖 但是裡面有塞大蒜 跟墨西哥辣椒 我本人就是還蠻愛吃橄欖的 所以 這個我很期待 這罐Crunchy & Chili Onion啊 這罐不是新產品 它真正的新產品是 Crunchy Chili & Lime 也是賣完的 就要試一下團款牌子 這款我真的很期待 油亮的辣椒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日本產品 可以吃的辣油 那個超好吃的 但是這個的售價 那個只有那一罐辣油的一半 早餐不當然不是只是醬啊 所以今天我要使用這個產品來做 Scramble Eggs 然後我做Scramble Eggs之前 先來試吃一下這個桿 大蒜味不中 就是橄欖味 裡面是塞一種蒜頭末 然後跟一條片辣椒 哦 好鹹啊 但是蠻好吃的 沒有到非常有特色的好吃啦 只是有點辣味而已 橄欖 滿滿的油蔥酥的味道 鹹度不夠重 洋蔥可能炒得太乾了 吃起來好苦哦 哦 不過尾韻會一直有洋蔥的香味 慢慢跑出來啦 哦 尾韻是滿香的啦 那就來開始料理吧 好的 看起來像嘔吐物的炒蛋 就完成了 嗯 滿香的哦 洋蔥味很重 我本來想把橄欖切碎放在裡面 但是我又怕它的味道可能跟炒蛋不合 所以就放個兩顆 放旁邊好了 開動了 嗯 還好耶 難吃是不難吃啦 這個框起起雞尾韻 才有增加一定點的辣味 跟很多口感 整體來說我覺得鹹度不是很夠 而且這個起雞尾韻的口感 是會排著兩棍的 有點煩 好啦 程度不是很夠的沒關係 就吃橄欖搭配了 橄欖很鹹 橄欖跟這個味道好不搭哦 那還好沒有把橄欖切碎放進去 嗯... 這是個擦嘗人意的早餐啊 這兩個 沒有太推 午餐見 好的 午餐來吃這個 Dulafri Cheese Raviole 這個新產品 像這種起雞尾方角這種產品 在美國各大超市到處都是啊 裡面有五種不同的起雞尾內餡 都合520大卡有點胖 Cherry Joe商品的特色就是 說話很難打開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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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中場下午茶時間 下午茶點心是這個 看起來很好吃的花生耶 這個也是新品 這看起來像黃飛鴻很像 不知道好不好吃 還好 有沒有很大 酥炸洋蔥跟花生好像沒有很 我在網上看到這個花生有另外一個很神奇的吃法 就是搭配這個 香草冰淇淋 這個微微的辣味 可以讓香草冰淇淋的深度再提升一個檔次 非常的懷疑所以一定要試試看 在美國超便宜的哈格德斯 不但你在大特價 這一口才3.3 正常香草冰淇淋 喔不 然後我們一起在香草冰淇淋裡面 我們一起在洋蔥碎花生 這是什麼感覺呢 欸我不敢相信 欸我覺得超好吃欸 好扯喔天哪 光就口感來講 花生會提供一個 非常順口 像是巧克力碎片的口感 感覺有冰淇淋的甜度跟裡面的奶味 快可以讓這個洋蔥花生的辣味 變得更溫和一點 花生的香味 跟香草的香味好合喔 欸這真的好扯喔 這我可以一直吃欸 而且這會飛死 真的大開眼界耶 淡淡的鹹味 像是海鹽口味的太肥糖 好好吃喔 有時候啊冰淇淋裡面 要是有巧克力碎片 有時候巧克力碎片太硬 有點像吃到石頭的感覺 可是花生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花生的口感剛剛好 我推薦給大家 欸這樣很好吃 無論在好吃程度 跟驚喜程度 我都給它滿分 原生心競技耶 不能再吃得太胖了 早上烤起來好危險 好 晚餐的時候見了 晚餐時間 說真的這一道我們也很期待 但是畢竟它寫了一個NEWS 所以我就一定要買 晚餐要吃的是 韓式烤肉飯 韓式烤肉飯應該不錯啊 為什麼我們沒有很期待呢 是因為 它是素的 說真的我也很好奇 照片上這個牛肉是什麼鬼啦 畢竟它是素的 所以這一盒只有230卡 喔 它沒有飯耶 它就是一包醬子 很方便直接倒出來微波就好 當然喔 公司量是不夠的 所以還準備了另外一個新產品 Casio & Pepe 這是什麼啊 Casio & Pepe is a simple comfort food It's a perfect example when less is more OK 它就是一種小麵糰炒麵糰 在結帳的時候 那個說的原因也是跟我講說 這個超好吃 等到兩袋都微波好 我們再回來 現在看第一個 這個韓式烤肉 我剛剛還以為它會超多醬汁的 結果沒有耶 它就是這樣子 一塊一塊乾乾的 滿好吃耶 這一吃的時候它絕對不是牛肉啦 看起來滿像的 它連那個牛肉的紋理子都做出來 這一吃就是像麵筋之類的東西 很多地方還有炭烤焦焦的感覺 不會太鹹 它有一點的微甜 你如果不要把它當成牛肉 就把它當成是一道菜的話 欸 它很好吃的耶 算是一道很新奇的料理 我也等不及要吃的 很新鮮 然後上面新鮮蘿葉真的是剛在的 白醬味道好香喔 這坨麵糰它們很長馬鈴薯 所以它吃起來好鬆軟耶 裡面還是有一點小小的起司 它的口味不動 口感很好 光是會有點空虛 還是要看早餐的chili onion 來看看家的chili onion 很好 味道通通被蓋過去了 它明明又是奶油 然後又有起司 所以裡面它也很肥 但吃起來也很清淡 我已經在吃這麼肥胖的料理 就不會想吃這麼清淡啊 好 繼續去享受我的晚餐啦 吃完了 以上就是JX的TRAGEOS新品開箱 這次沒有遇到什麼單品非常驚豔的東西 但是香草冰淇淋再上辣花生米 這次嚇到我的美味 請大家務必試試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非常非常感謝你的訂閱欄 在留言分享 小單與專家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拜拜 好啦 終於可以收工了 你高興了吧 真的吃得好飽喔 怎麼辦 你最近對於拍片 越來越不肯幫忙了 人光太亮的關係嗎 這樣只有一整天三餐企劃 拍的也是挺充實的 三餐都解決了也是挺方便的 我真的都沒有浪費食物喔 哎呀 明天還有好多剩菜要吃啊 哈哈哈哈哈哈